包括大庆大城社区168项以及暖暖幸福华城社区等提供公众使用的全市大大小小社区道路 常年来受限于私人道路市政府无法介入跑铺路面维护或是进行交通秩序管理 市长林又昌在议会答询时表示从他竞选开始就积极想要帮忙解决由市政府接管管理 那我们先请管委会做成决议纳入交管之后 他们管理会还可以进一步应该是去召开区分所有权能的大会 来做成最后正式的决议把管理权来交给市政府 那市政府就可以来介入来执行包括交管包括相关的这个这些动作 那另外如果有这个疑议的话那就是寻法律的一个途径来解决 那我想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先解决掉 现在市民他们每天生活上碰到的这些困难跟问题 那至于法律的部分我们就是在后面 在通盘的来做一一的一个检讨 然后最后来想办法来解套 市长的想法获得议员的肯定 他是非特定人都可以使用的路啊 就第一个是否特定去现场看就知道了 第二个他有没有到20年 那就是查原始的建筑的使用制造啊 当然我们市政府的努力责无旁贷 我们希望赶快进入相关的程序 不过因为涉及复杂的法令和行政程序问题 议员也建议市长要三思想清楚依法行政 可是有些社区是怎么样 他没有管委会 有些是管委会功能不张 有些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召开 区分所有权能会议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话也不能讲太快啊 我们也很想要做好事 我们也很想当好人 你必须制定自治条例 还要编预算啊 到底权势有多少件 如果通过了需要多少经费 你要编出来 那这个自治条例啊 在我们基隆市议会获得本位同仁啊 支持以后你还得送内政部 你才能够依法去执行耶 最后议会决议 要求综合路透宽案 依照既定公期在今年8月完工外 类似综合路168项等社区道路问题 含请内政部解释 并且要求市府跨局处成立专案小组 通盘检讨类似个案问题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